爸爸媽媽生我們就是我們最親 我只能跟你講你不會害我 然後 靠我是說真的 有一天我醒來的時候我想說 保母是幫我洗頭了 然後我就跟保母說 請問你有幫我洗頭嗎 然後他就說不是是你 那個是尿 然後後來我才說妹妹 是妹妹尿到我頭上 他不講喔 他真的尿在我頭上 因為他很討厭我 他真的尿 這是真人真事 離我好遠喔 因為他怕你尿在身上 一出來就先裝 先牽手 這邊牽手 這個時間夠啦 可以RE這些東西 夠 瑤瑤妳好 妳好 瑤瑤 瑤瑤來了好恐怖 瑤瑤是姐姐還是妹妹 我是姐姐 姐姐 我是妹妹 那是妹妹 自我介紹一下 這是叫什麼名字 我是REPONZO REPONZO REPONZO是 英文名字 對 答對交往 交往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好 我們就這樣子 恭喜 結束了 然後妳端走 妳端走 OK 妹妹是在做什麼 我是 還是學生 大學生 在讀什麼樣的科系 大眾傳播 那將來會想走 這裡是我未來的公司 四樓 四樓 你們是狗腿姐妹的話 你沒有跟我說過 可是他跟我說他讀外語系 我是大眾傳播 我高中 我高中 你是什麼學校 關心我一下 我高中是印外 我們怎麼現在才在聊這些 我們是不是 那你是說什麼大學 輔人 喔 輔大 你是什麼大 你是一個主持人在訪問他嗎 訪問他是怎樣 你們前天才相認 對 我們好多 好多 那你們這樣差幾歲 四十歲 輔大都出美女 她說你是美女 我算是醜的 不會 謝謝 她有空靈的感覺 你看她眼睛 有空靈的感覺 被我吸引 空靈是誰 空靈的感覺 空靈 空靈是不是你 哪個空靈 我很空靈的感覺 空靈 對 很難逢 對 我們乾脆 進入我們的爆料時間 好 對 第一個 第一個 大便遺留者 張立東 說我啊 你看有沒有 好朋友 為什麼 屎蓋妹妹 我是屎蓋哥哥 沒有 反正她一回家 就是她會先脫衣服 然後量體重 量體重完她就這樣 這樣看手機 這樣滑抖音滑到滑 然後走去廁所 然後開始大便 然後大一大 然後因為她專注力 都在手機上面 所以她根本 因為妳的理由 然後反正就是有一天 我回家她想說 奇怪我們家 很臭 就臭到不時空靈 沒有 都臭 臭 這個味道一定是 從早上已經放到隔夜了 因為我一回家有這種 隔夜屎 沒有臭 你知道 真的很臭 要爆料 姐姐什麼咧 把垃圾同當 料服 什麼都是屎蓋 這個誇張了 不是 如果說你住在那種 會下雪的地方 然後廁所就在很遠的地方 我相信這是可以的 那你 她這個很誇張 這個怎麼可能 2021 她是第一次給人家合租 然後那個房間有 好像幾個人在 她有單獨的房間 然後半夜她說她會怕鬼 所以她就不去尿尿 然後她就尿在垃圾桶 我大姐也是 也是 妳介紹 就是那時候我搬去跟 我是第一次住房子 然後我跟四個人合租 然後有Gay 然後還有一個 是公務人員男生 然後一個女生還在拍投影 然後房間離我廁所 只有一間廁所 超遠的 然後我是 我是住那個陽台最便便的 那個房租又在加蓋 然後我半夜很想上廁所 我還要再經過Gay的房間 還要經過那個公務人員房間 我真的是沒辦法 所以我真的忍不住 我就直接拿垃圾桶 然後 我很乾淨喔 我套垃圾袋 然後尿完以後 然後再把它包起來 鋪魚長丟掉 可以吧 不是 我沒有 我可以啊 不是 怎麼尿 很簡單 你就是 很簡單 教學 教學 哪有你怎麼尿尿 教一下 教一下 對啊 而且我的垃圾桶 是我還特別 超大的 像浴缸一樣 然後我就這樣子 這樣就可以了 對 你這樣多久 就是一年 一年 我住那裡一年 然後我現在住 比較好的房子 所以我就不會再用這種習慣 那時候真的很麻煩 那是習慣嗎 那不是習慣 那是因為真的不得已 我要經過 你如果經過這麼多室友房間 你一定 那個房間很辛苦 就是我打開門 然後有一個人的房間 他在打開門 然後再有一個房間 是這樣子的 這麼可怕 可以原諒吧 走 妳是 對 合租 妳是住那種 俄羅斯娃娃的那種 對啊 真的是那樣 你有來過 就像廁所那種 是 真的是 像密室闖關這樣 就是你要打開 他就是 他就是一 比方說這樣對不對 然後他就給你做一間房間 一間房間 一個走廊 對 就是那種概念 所以你 可能 可能有間房間這樣 打 他也不關門啊 對 他一走過去 正在查凡事 那對不對 那還是不行 還是不行 還是不行 還是不行啊 你們會不會對我印象不好 我們不好說 那姐姐爆料 好啦 換反爆料啦 我來爆料 我跟你講 來來來 妹妹怎麼樣 妹妹也好不老來去就對了 把姐姐在鬧虎 不是 真的 你更惡劣吧 對 他叫他你知道這個桶 你是這樣 他睡著了 那是小時候的事情了啦 我講我講 你們都姓廖嗎 超誇 我們國中的時候 然後有保母在帶我們 然後有一天我醒來的時候 我想說 保母是幫我洗頭了 然後我就跟保母說 請問你有幫我洗頭嗎 然後他就說 不是是你 那個是尿 然後後來我才說 妹妹是妹妹尿到我頭上 他不講喔 他真的尿在我頭上 因為他很討厭我 他真的 這是真人真事 在睡覺的時候 我五歲的時候 我國中的時候耶 沒有這麼久 你尿在我頭上 沒有 好酷喔 你們不要看到這樣 他其實 非常的心機很重 然後他還有頭 哇塞 你這個行為是動物行為 沒有 小時候 我姐姐把我的瀏海 全部剪光過耶 我還想喊到比他塗 然後剪完再拿材料 他說妹妹把他們染頭髮 對 難怪要尿到他頭上 是不是 報仇報仇 蛤 哇 你們好像兩個人只能活一個 對 譬如說他這樣 妹妹這樣 家裡喔 靈感來了 欸你叫什麼 妹妹 妹妹 妹妹聽到了嗎 而且他超誇張 他明明就沒有睡 他會假裝睡了 然後就是因為有 張日東也會 張日東也會 而且你看他超誇張 你知道那有時候就是 我想要聊 因為我深夜我想要聊點心事 他是我最親的 我就說世界上爸爸媽媽生我們 就是我們最親 我只能跟你講你不會害我 然後 靠我是說真的 然後我就 然後 然後我就敲門 我說妹妹我可以跟你聊聊天嗎 然後他就是完全不出聲 他就是假裝睡這樣子 半夜三點耶 然後有時候敲門只是為了 妹妹你有濕紙巾嗎 半夜三點半 對 人家在讀輔大 你也稍微拜託一下好不好 等一下第二年就被退學了 來 你現在要講什麼 表裡 表裡不宜的馬屁精 馬屁精 我跟你講 你老幾 二 老二都是這樣 比較聰明 因為我們上面有大 下面有小的 我們要迎合很大 夾縫中要求生存 我們也很累耶 我們也很累耶 他有什麼拍馬屁的行為 我跟你講他才會察言觀色 因為我們生長的環境 他才會察言觀色 比方說你們這一群都是長輩對不對 我跟你講他可以讓你們 通通都買單 通通都喜歡他 比方說我們在客廳 因為我們家有點日式家庭 我們在客廳這樣看電視 然後我就這樣子 他也這樣 結果我爸一開門 他就馬上這樣子 爸爸您回來啦 然後就 這是真的喔 他說爸爸您回來啦 洗澡水已經把你放好 遞拖鞋給他 他就說水果已經幫你切好了 爸爸辛苦囉 他就幫他把寶寶放在房間 然後真的端水果給他吃 然後就開始跟爸爸聊天 而且我爸聊政治人物 聊什麼他都可以接耶 聊新聞他也可以接 他喜歡跟我爸聊同一個話題 可是他根本不喜歡 可是他會為了 讓我爸開心去聊 那你在旁邊幹嘛 拿垃圾頭尿尿 爸回來喔 跟我一下 感覺來了 不是因為他很不受控 所以我不知道什麼事情 都會叫我做 然後他 我爸講什麼也不聽啊 就是他 就是有點瘋瘋的這樣 家裡面的老二 在小時候通常會比較 對 聰明 聰明 很聰明 那你的狗腿是模仿誰的 對 不是啊 爸爸是我的漱頭啊 漱頭是什麼意思 打龜祭拜漱頭 是漱頭 漱頭 漱頭 他是我漱頭啊 我一定要這樣 供奉好他 也對 也對 對 對